我希望我的节目,我的采访啊,我的YouTube的channel啊,能够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 而不是纯粹的就是我自己在这里唠唠叨叨,乱七八糟,点三倒四,然后 啊,记忆流水,这样这样没有营养的东西,我希望有一些用处吧 上课系列又继续,今天星期一是5月22号了,然后昨天采访了一个演员朋友 之前一直都是采访的都是女生,女演员,那发现就是现在不管是导演,制片还是演员 女生,女性都是超过了一半,我感觉随便怎么找都是女生,女演员 昨天找了一个男演员来压阵,她也是很棒,演了很多戏嘛,期待她的采访 星期六的时候,我跟朋友Mari去听了她的课,就是Sing Study的课 然后感觉学到了挺多东西,因为他们这个课呢是八个星期,然后一场Sing 然后一场Sing的话,你就每一周演一次,每一周演一次,然后每一周不一样的老师 然后等于说每一周都是不同的老师给你提出不同的指导 然后就是你会在整个课程当中得到八个老师的不同的指导 也就是说你会体验到八种不同的演绎的方式,或者说是八个不同的这种给你的点评 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将来来说你拓宽你的演戏的这种路,还有方式的话会蛮有帮助的 而且的话,在我们拍戏的时候就是不同的导演给你说的不同的想法 或者甚至是一个导演在不同的take里面给你不同的指导 那你要有能理解到能够做出这种区别,甚至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的话就有很大的帮助 那本来Sing Study就是因为你得去研究这个Sing这个剧本 然后再去演出来,然后接受不同的指导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具体到这个关于Sing的表演 那这个我将来肯定要去上 那目前来说我还是想把Meissner上 扎实一点上,因为这是两年的Program,所以我会上完它 然后可能会在后半段的时间再加入其他的课 然后再加上的话我也要考虑就是这个学费 因为同时上两个课的话,一个课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两个课的话就会负担会大一些 所以这个我得考虑 除非我各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好 接的戏也越来越多 然后我的生意,我的店也生意越来越好 那我可以考虑 对 OK 然后刚刚也是在路上是一直在练这个Sing 还有我也增加了一些别的 我之前说过就是我去自己找来的一些audition 英文的audition 还有就是一些我喜欢的影片的片段 然后去模仿 然后将来的话我会尝试的跟同学去拍一些模仿的这种场面 去拍下来 或者说是自己创作一些这种小品式的这种视频来出来 大家期待吧 把你的关注放在你的partner上面的话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即便是你已经把你的词已经滚瓜烂熟了 你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去 就说纯粹的就是在去听对方说什么东西 然后来反映你该做什么说什么 这个真的还是挺难的 因为上节课的话我说我要去听感受对方 但好像根本就忘掉了 就是好像没怎么去感受对方 然后这次的话我说上去之前我说我今天唯一需要做的功课就是把所有的关注都放在对方 结果还是感觉没有很到位 然后我就问老师我说我感觉好难啊 我就怎么提醒自己开始之前提醒自己要关注对方 但好像好像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全部或者说是让我满意 他说没有 他说你已经做到了 所以我我挺怀疑的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但我有意识 有了这方面的意识的话 我想我在将来的各种集会的表演里面会 会让自己在这方面会不断的提醒自己 然后去做 我想慢慢会更好的 刚刚刚下完课 然后马上想到这一个 然后今天会比较忙 现在马上回去 回到那边的话 回到那边的话 大概是两点钟左右 吃完饭就马上两点半 两点半约了一个之前演过戏的一个演员朋友 跟他会聊聊天 然后要录个视频 然后他之后又有一个导演 就是他有一个片子非常有意思 就是讲的两个老人家的一个公路片 我觉得这个想法蛮好的 就是比较少这种学生导演去做这种比较新的题材吧 或者说比较特别的题材 所以我听到他的想法我蛮开心的 我说我可以就尽量的来帮你 一个是采访你啊 然后让你说说你的casting你要找什么演员啊 然后帮他宣传一下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甚至我创顶我都可以在我的采访和节目里面说 这样的话真的就是希望我的节目 我的采访啊我的youtube的channel啊能够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 而不是纯粹的就是我自己在这里 唠唠叨叨叨乱七八糟 电山倒四 然后啊记忆流水 这样这样没有营养的东西 我希望有一些用处吧 所以的话我想我会在采访和提供一个平台的这个方面呢 多做一些 采访的话我会 将来我会集中起来啊 要几个人就一次拍个两个三个啊 这样的话我也不会分开每一次那么辛苦 然后慢慢也提高我的主持人的水平吧 采访的水平 这样使得这种剪辑啊 后期也工作也减少一点 这样的话我就我觉得能够采访更多人 让你们听到更多人的故事和分享 这样的话更加有意义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